其實很多都很難忘了 我真的在聖火羅這麼多年 幸好我進去的時候 因為學校都是小 只有幾班,還沒開到曬 因為當時是基督教學校 有基督徒團契 剛好我是基督徒 又不多人 所以老師就找我 去負責基督徒團契 因此我在基督徒團契裡 一直學習 無論在活動上、組織上 以及更加對外的聯繫 對聖工會其他的學校 禮拜堂 甚至全香港 所有學校的基督徒團契 的令會 我也有份參加 所以因為這個機會 使我能夠學習到很多東西 幫助了很大 但這個經驗是非常難忘的 聖寶羅其中一個特質 當時 校友會很有力量 校友會其實是幫助聖寶羅 服校的 有份幫助的 校友對學校的那種情感很深 我們當時在安蘭街 有個校友會的地址 所以校友對學校的那種投入 那種關心、那種愛護 是我們聖寶羅的特質 我們很高興 母校將會慶祝一百七十周年 這一百七十周年 其實我們為香港社會 作出了很多的貢獻 我希望在未來歲月當中 母校能夠更加為香港發光造業 培育更多人才 為香港、為國家、為世界 能夠做更大的貢獻